小S2女儿许韶恩1月4日在社交软体的一则发言引发热议 她在IG回复粉丝评论时 由于总是用中英文夹杂 以至于被问为什么说英文居多 她给出的答案是 因为英语是她的母语 在学校、家里、跟朋友聊天时都是是说英文 自己英文比中文更好 所以习惯用英文沟通 这个回答让很多人难以置信 首先母语的意思是指Mother Tongue 也就是从你还是个英语时期就开始学习的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她的定义则是 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习得的语言 通常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工具 很显然 许韶恩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小S是在台湾婆婆产生下二女儿Lily的 Lily从小和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还有外婆生活在一起 家中并没有人是ABC 周遭的家庭都是以中文为日常语言 而且她的妈妈还是著名主持人 以讲中文为生 不存在母语是纯英语的生活环境 Lily也并非从小就被送外国外念书 相反是在台湾念的国中 2022年7月还有媒体报道 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基建项目 既没有海外留学经历 也没有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家庭环境 那么她的母语何来是英语一说呢 因此 Lily的发言遭到大量网民攻击 她的IG留言里满是质疑的言论 诸如拉美人移民到了美国 都还是说自己的母语 你妈小S是外国人吗 不要撞了美眉 你又不是美国人 也不在英国读书 你爸妈也不讲英文 你在家和许庆祥和黄春梅讲英文吗 到底这些明星家的小孩子哪里来的 这模多优越感 这话说出来真觉得有被做做到 你讲English 好厉害哦 想听到大家这模回答你吗 那你想多了 大家都是有民族感的 不会认错祖宗 台湾的母语是台语或者国语 人住民的母语是他们各民族的语言 客家人的母语是客家话 英语是台湾的主要外语 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来说 英语怎样都不应该称为母语 除非你的国籍是英语系国家 就算你的中文再烂 也该理解母语的含义是什么 如果你是ABC我理解 那你不是啊 网友分析 李李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 要么是因为年龄太小 还不知道母语的具体含义 所以用错词汇 要么就是有点虚荣心 想要模仿名媛 得到大家你英文很好的夸奖 如果是前者 那就是无心之失 可以理解 如果是后者 就多少有点打小S的脸了 看过康熙的观众都知道 小S最讨厌的就是装ABC拿枪拿掉的人 节目中诞生过很多经典的 翻白眼灵场面 像是Magdee参加的那期海外留学专场里 就创造了很多经典场面 今年15岁的许少恩 其实早就算是公众人物 上节目 拍杂志 拿代言样样不辣 如今还没怎么用作品立身 就招待这么大的非议 将来的演艺路恐怕不好走啊 中文字幕是转发